戏剧節目女主角獎 憲宇璇是他們的地上 因為你們的關係 可以寫出淑女淑女這樣子的劇本 讓一個四十歲的女生有機會 今天這套戰俘的名字叫做 沒有柯家彥啦 沒有柯家彥但是有謝盈軒啊 第五十七屆金鐘獎戲劇類頒獎典禮 二十二號激烈展開 良辰即時入圍十三項 朵下五金是本屆最大贏家 火傷之高的華燈初上入圍十一項 彤彤熄燈 阿多次更事後擦身會過的楊錦華 這回更是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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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度共督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謝盈軒最棒的天堂 尷尬的是謝盈軒 與俗女養成季二 四樓的天堂雙料入圍 上台的時候不小心陳佳麟上身啦 能夠拿到這個獎 我要特別謝謝編劇 因為你們的關係 可以寫出淑女淑女這樣子的劇本 讓一個四十歲的女生有經 二X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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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金鐘最高潮 好 好 陳欣怡 對不起 陳欣怡 對不起 她 劇本 還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劇本的話 不可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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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可以 可以 撞得多出一個 四十歲的角色 你我認識的謝宜璇 現在應該在撞牆 再來呢 是吳皇吳皇晚晚算了 陳亞蘭在嘉慶君 由台灣女扮男裝 是演家慶君 拿下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創下金鐘獎 開辦以來的先例 謝謝 好感動 感謝人家說 男兒有淚不清談 嫁給我好 我娶你 這是史上第一位女演員 入圍金鐘獎 最佳戲劇男主角獎 並得獎獲此殊榮 我曾經一天接受過七個採訪 我來者不拒 因為我希望透過各個管道 讓大家看到歌仔戲這三個字 斗大的標題 都說我賣了三棟房子拍這部戲 但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願意為 唯一源自於台灣的原生劇種 全力奉獻 我們做人 屬要心準中好志祭 人老照體力 天才照家祭 事件若不好 我們愛國口有勇氣 臺灣人手牽手 心臉心 共同創造臺灣奇蹟 我愛臺灣 我愛粉絲 我愛你們 我愛歌仔戲 謝謝 天才 四位 明明 天才 天ої 天才 天啊 天啊 天啊